簡單介紹完所謂的溶液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要跟各位提的計算 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的意思就是每100公克溶液當中 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公式會寫成這部德性 下面是溶液質量 上面是溶質質量 然後乘100% 那叫做所謂的重量百分濃度 我跟妳講過了 要寫百分之一百 是不是數學上那個形式樣子要正確 所以要寫個乘百分之一百 我也跟你講過了 濃度就是比例的意思 算濃度就算比例 算誰跟誰的比例 算溶質在溶液的比例 算糖在糖水的比例 然後你帶不一樣的東西 算不一樣的比例 就出現不一樣的濃度單位 都用質量 都用重量 就是重量百分濃度 都用體積 就變成體積百分濃度 所以比較曉得 我們的算法就是這樣做的 下面擺的是溶液質量 上面擺的是溶質質量 然後要乘百分之一百 還有另外的就是分母會放在溶液 大家會再說一次 分母是放在溶液 溶液 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另外一個有關係的觀念是 溶解度 在一定的溶度之下 我只能夠溶解一定量的溶質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溶解度 我們這樣寫 克 over 一百克的水 我跟你說過了 這裡不見得是水 這裡應該是一百克的什麼什麼溶劑 溶於酒就是一百克的酒精 溶於餅酮就是一百克的餅酮 但是因為我們基本上只教水溶液 所以我們就寫一百克的水 就是如果寫二十五克 over一百克的水就是 一百克的水最多可以溶解二十五克 這叫做所謂的溶解度 最多能夠溶多少 最多能夠溶多少 然後我們上課都跟你提過了 考試的時候 只要還有告訴你飽和濃度 那我會提 還有告訴你溶解度 你在做計算前或計算後要檢查 到底能不能全容 這件事情 我們後面有一些題目 就問你它能不能全容 能不能全容 所以 剛剛跟你說一百克的水二十五 就答應是 一百克的水最多可以溶解二十五克 因為它是在跟溫度跟壓力有關 所以應該要標明溫度跟壓力 但通常大概氣壓的時候 我們就汙越不進 不知道大家現在我就忽略不進 不寫它 重量百分溶度跟溶解度表示法有一點不同 重量百分溶度的分母是溶液是糖水 溶解度表示法的分母是水是溶劑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如果考試題目跟換算有關係的 你就要注意 它的分母的東西是不同 你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跟你強調過的 重量百分溶度的分母是糖水 是溶液是溶液 這裡是我們可能會碰到的一些題目 取出 這很簡單 取出是不用算的 不會變的 這裡是百分之二十的糖水 兩百毫升 取出五十毫升 取出來的五十跟剩下一百五 濃度都沒有改變 都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一樣 濃度是不會變的 這種題目也有考過 不用算 看你就知道答案 另外一種題目叫做 西式加水哪來 西式 我上課教你的方法 是要你列一個等式 什麼等式 西式前等於西式後 因為糖水加水之後 糖不會變 所以我們就寫等式 西式前的糖等於西式後的糖 來列出來 我教你的方法 當然你們在上課的時候 有人又先 算兩步的話 還是另外算 那也OK 只要你能夠懂得怎麼回事 都可以了 懂得怎麼回事都可以了 還有一種叫做混合 混合比較討厭 因為混合的時候 糖水加糖水 糖會變 水會變 糖水也會變 但是公式不會變 底下就是放容易 上面就是放溶質 然後我們國中的程度 都是可加成 什麼意思 糖水原來這杯100克 那杯200克 大概也就是100加200變300克 這個糖這裡有5克 那邊有3克 就5加3變成8克 加起來就好 質量加起來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在做墨濃度的時候 這個體積我們國中生也都直接加起來 這個是1公升 這個是2公升 這個是2公升 就變成所謂的3公升 都不會增加也不會增加 就是我們做的方式混合 把它加起來再帶回公式 就是我們的一些常見問題的想法 跟解決的方式 那剛剛講到一個飽和 裝滿就是飽和 我最多只能夠溶20克 我就溶了20克 這樣叫做所謂的飽和 這個濃度叫做飽和濃度 這個溶液叫做飽和溶液 裝滿的叫做飽和 那沒裝滿的就叫做未飽和 不飽和 那如果我不飽和 就表示我可以繼續溶解 所以這個是不飽和的糖水 我這個繼續加糖 它就會繼續溶解下 它如果是飽和就不行了 不行了 OK 就是所謂的飽和跟未飽和 所以 那我們考試的時候有一些情況是 你只要去判斷它是不是飽和 或者它要問的問題就跟它飽和有關係 有關係 那飽和的時候第一個 如果它是有顏色的 顏色會醉深 如果它是有味道的 味道會醉濃 譬如說糖水會醉甜 糖水會醉甜之類的 油溶液都會醉甜 那麼一般我們考試的題目 我怎麼知道它是飽和還是不飽和 就這一杯裡面 如果底下還有一些沒有溶解的 溶不掉的溶質 溶不掉的糖、溶不到的鹽 就表示我已經是飽和了 所以題目上如果看得出來 底下有味溶解的溶質 我就知道這一杯已經達到所謂的飽和 然後就飽和 那剛剛講過了 我已經飽和了 就不能夠再溶了 所以你再怎麼加還是不溶 還是不溶 然後呢 所以顏色也不會再加深了 味道也不會再變濃了 不會變得更甜了 不會變得更鹹了 這類的狀況 所以一些題目要看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不是狀況是這樣 然後呢 我剛才跟你講說不會再溶了 但是我們在學過那個反應速率的時候 學化學評論的時候 我們告訴過你 這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我們把它丟下去 其實同時發生兩件事 一個叫做溶解 一個叫做沉澱 等到我飽和的時候 是溶解跟沉澱的速度一樣快 繼續的溶解 繼續的沉澱 可是因為一樣快 所以外觀上看不出任何變化 這件事情我們在以前教化學平衡的時候 跟會提過 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實際上是繼續沉澱 繼續溶解 只是外觀上看不出改變 因為溶解速率跟沉澱速率是一樣的 一樣的 有什麼因素會影響我們的溶解度 主要就是溫度跟壓力 一般而言 通常而言 固體如果要溶得多 溫度要高 壓力要低 那如果氣質倒過來 倒過來 溫度要低 壓力要大 一般而言是這樣子 但是有例外 像氫氧化鈣 那個氫氧化XX的 它基本上是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溶得比較少 偶爾會有人問到例外的事情 所以你要把它記下來 氫氧化鈣 不是這樣 不是溫度高 溶得多 它是溫度低 溶得多 那麼前面這兩個 應該講過 憑生活經驗 你就會曉得了 你沖東西 泡牛奶 加糖的時候 溫度要高 才溶得快 溶得多 然後呢 汽水要喝冰的 才會有氣 加熱器就跑光了 這個應該是 生活經驗 你就會曉得 部體要高溫低壓 氣體要低溫高壓 才會增加它的溶解度 溶解度 OK 那你要記住 那 基本上 我如果是飽和了 在同樣的溫度飽和 那就表示我沒有相同的濃度 不管我是大杯的還是小杯的 我的濃度是一樣的 我的顏色是一樣深的 我喝起來是一樣甜的 雖然算是一樣甜的 所以呢 如果是相同的溶質 在相同的溫度 我們都達到飽和 基本上 我們看起來是一樣的 一樣的 不管是顏色啦 或者是甜度啦 都是一樣的 這是有關於一些 重量百分濃度的意思 溶解度的意思 以及我們考試 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還有 跟你解釋一下 飽和容易 跟不飽和容易 以及一些狀況 這就是我們 跟各位交代的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